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习近平老牛患癌被逼供 專家揭背後玄機 現實冷酷 習近平只好認衰 崔永元朝水照曝光 釋放信息引猜測 中共怕了 牧師臨近 北大驅港學生 拜登亞周恆三管齊下 引指中共 和金正恩說哈佬 近日 習近平患老牛癌症 被逼供的傳聞接連傳出 而同期黨媒也有為習近平造勢的舉動 這一系列動作讓人看得眼花撩亂 專家分析 這表明中共黨內鬥爭愈加空險 5月14日 英國《每日郵報》和《太陽報》爆料說 習近平得了腦動物流 曾經在去年底被緊急送往醫院 但他拒絕動手術 只願意用中藥來治療 18日又傳出習近平罹患疑鮮癌 資深媒體人唐浩在《世界十字路口》節目中分析說 對於習近平的健康狀況 台灣國安局長陳明通罕見出來辟謠說 習近平的健康狀況並沒有像媒體所說的那麼糟糕 陳明通沒有透露更多細節 但他強調台灣國安部對習近平的健康有一定程度掌握 唐浩認為習近平肯定是身體出現狀況 才被敵對派系窮追猛打不斷向外放鳥 這一連串的爆料不論真假都印證了中共黨內宮廷鬥爭 是空前的激烈火熱 各派系都在為二十大的權衛佈局在升級搏鬥 而習近平也隨即進行反擊 中共新華社5月23日起張推出50集關於習近平的網絡短片 內容跨越超過40年 約為2分鐘的預告片指出 影片從習近平到陝西梁家河當知青時期雪起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這是在反擊近期外界對習的負面傳言 實質是為習在二十大連任造勢宣傳 近期有海外自媒體爆料說 習近平已經讓位給李克強 華爾街日報則引述消息說 李克強正在尋找下一個能夠制衡習近平的新總理 但並未否定習近平會連任 唐浩分析 雖然兩個爆料的結果不一樣 但也將李克強推到擂台中間 讓其與習對打 挑起習李鬥的應該是江澤民真慶紅派系 他試圖挑動習李施殺 自己則助修如翁之利 唐浩認為將來不論是誰掌權 只要中共不解體 中國就不能走向真正的自由體制 所以用一句話總結 就是中共不快倒 中國不會好 近日中共政協主席汪洋主持召開了數字經濟專題會 副總理劉鶴出席會議並作講話 有分析認為劉鶴是習近平的親信 請劉鶴來 由於習近平到場 種種跡象顯示 中共最高層要挽救經濟 解脫目前的困境 時事評論員顏順歐澤民指出 中央心急要救經濟於危巔 可惜中央既沒有錢也沒有計 只能求地方各顯神通 大家出力共渡時間 早前 中央政治局佈置擴大基建投資 而基建投資要錢 眼下中央與地方都捉襟見找 錢從何來 加上多年來追逐GDP 各地基建項目趨於飽和 去年以來 習近平大力打擊平台經濟 很多網絡網際大戶被整得死去活來 現在中共發現路都絕了 只剩下平台經濟可以救急 於是又想與平台經濟講和了 平台經濟早已被整得面無人色 經攻資料不敢作非分之想 因此指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 近期習近平的一些舉措似乎要重返文革 再加上清零死政策 嚴重打擊中共施政 中共政權在短時間內突然陷入前所未有的絕境 政治局高官們一夜之間突然醒悟 連控大壓將習近平說服了 現實冷酷 習近平也只好認需同意調整政策 將重點放在扭轉經濟困境上 現在全黨陷入泥造 拔腳無方 即使有調整也只是權宜之計 習近平以表面的退讓 換取個人地位軟著陸 希望二十大前再沒什麼大事發生 讓他順順蕩蕩再做下去 又說習近平大權旁落 李克強出面收拾殘局 習下理想 中國就會好起來嗎 顏順勾認為習你不同調 都是補中共統治 誰想誰下無關大局 都在同一個制度裡 分別只是哪一個權大一點 哪一個小一點 哪一個蠢一點 哪一個精一點而已 推特網友硬張幻 在5月20日發布崔永元兩張近照 直指吹 骯髒頭髮 病態面容 讓人收心 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 就是這樣被迫害成精神病人 照片中崔永元展示自己的無筆書法 一幅上書 字字 旁邊標示日期為5月16日 另一則則寫著 事了忽依去 心藏功與名 推友間張幻表示 我想他應該在此無聲地立喊 大家應該知道 今天是發動文革的516通知 發布56週年 不要讓悲劇重演 有網友留言稱 首先上到516通知 民族災難的開始 首詩馮小江 劉振雲 范冰冰 指示一不小心動了趙家的娛樂 也有網友質疑 崔永元頭髮很亂的樣子 是因為北京疫情風控造成的 不過看他的精神狀態確實不佳 據悉2018年 崔永元才是爆范冰冰等明星 通過陰陽合同逃稅 再聯手最高法院主審法官黃林青 踢拜陝西千億礦權案黑幕 直指最高法院院長周強等高官干預 陝西千億礦權糾紛案 但2019年事態急轉 黃林青被立案調查 崔永元一度在網絡上被消聲 2020年9月曾傳出崔永元昏迷入院 疑遭下毒 今年5月7日黃林青被以受賄罪 和非法獲取國家機密罪 共判刑14年 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曾分析說 黃林青、崔永元利用網絡爆料 茅頭直指周強 明顯背後有非常強大的政治後台 如果黨內高層一派 可以假借民間之手 用爆料方式扳到一個副國級官員 這種做法勢必引起高層官員的人人自危 所以各派聯手起來反對 迫使幕後支持崔永元的勢力不得不做出讓步 最後導演這出劇情大逆轉的戲碼 據網絡訊息和多家媒體報導 北京大學日前發出通知 允許同學申請返鄉 鼓勵大家返鄉 通知說 目前北京市疫情形勢嚴峻 學校防疫措施逐漸加大 當前學校允許同學申請返鄉 老師鼓勵大家返鄉 並稱 如果選擇不返鄉 不能在封樓、封宿社的情況下鬧事 還警告學生 一旦封控可能會面臨沒有食物的問題 大家要權衡利弊做出選擇 據悉 目前北京疫情燃燒、封控升級 當地正在加速建設方艙 數萬人被拉走隔離 除了南站和北站之外 其他地鐵站全部關閉 有分析認為 六四臨近 當局為了避免學生抗議事件重演 因此驅趕學生 據悉 在本月15日 北大學生就抗議封控並擦場 下方與學生對話後 做出一些承諾與讓步 對此有海外網友感慨 北京和上海的青年都來者摩一糟 再有信心的人都被整麻了 這一波下來 我觀察身邊的同學 在對集權的控制 有了一次新的感受之後 都開始回顧歷史了 那些原來停留在文字上的東西都鮮活起來了 還有網友表示 中共就怕學生 學生一無所有 沒有利益親情綁架 容易抱斷 所以六四後嚴控到極點 美國總統拜登 展開上任後首次亞洲之行 訪問完韓國、日本之後 也將與四方安全對話領導人舉行峰會 並啟動印太經濟框架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日前針對朝鮮準備進行遠程導彈試射 或核事爆發的警告 中共中央外事辦主任楊潔篪重申 美方若執意打台灣牌 將把局勢引向危險的境地 同時 中共軍隊在南海舉行大規模軍演 美國核動力航母列根號 也駛離日本還需學武港進行年度例行航行 拜登此行似乎是外交、軍事、經濟三管齊下 劍指中共 據路透社報導 23日拜登將會誤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將討論日本擴充軍事能力的計劃 以應對中共不斷增強的軍力 拜登此行最引人關注的莫過於印太經濟框架 該框架通過加強供應鏈彈性、清潔能源、 基礎設施和數碼貿易等領域的共同標準 將印太地區有共同利益的國家跟緊密連在一起 不過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透露 該經濟框架不包括台灣 星期二拜登在東京將與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領導人 舉行第二次面對面四方安全對話峰會 矛頭直指中共 反日前拜登先到訪韓國與新總統尹錫月會面 討論美航擴大聯合軍演 並可能在該地區部署更多具有核能力的美國武器 以回應朝鮮今年以來頻頻試射導彈 拜登週日在首爾向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傳達了一則信息 拜登說他不擔心朝鮮進行新的核試驗 他說我們對朝鮮的任何行動都做好了準備 拜登週六表示 朝鮮沒有回應美國提出的新冠疫苗等提議 他表示 如果他認為會談能夠帶來重大突破 他願意與金正恩坐下來談 美國一政府高級官員表示 朝鮮對新冠疫情的限制可能是其缺乏反應的原因之一 MING PAO CANADAA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